法国印象派的画家莫内的画作一向是大家的焦点 尤其是在2008年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 莫内的一幅睡帘画作就以25亿元的天价来售出 而且现在也在北美观展出当中 也有一幅相当相似的画作 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 印象派大师莫内的花园 32幅莫内晚年在吉威尼自家花园的创作 正在北美观展出 在池塘的异域 莫内喜欢描绘睡帘的千姿百态 其中这一幅最吸引民众榴莲 因为它构图类似的另一幅画 创下了莫内画作史上的拍卖天价 比这张画稍微大一点的一张画 大一倍的一张画 就在2008年 创下了4092万英镑 然后8062万美元 将近24.5亿台币的高价 在拍卖市场上 莫内的画作价格仅次于毕卡索 虽然晚年它被白内障索苦 但它还是不停的创作 在前五名拍卖价格 除了第二名的这幅雅加社铁道桥之外 其余的都是睡帘作品 但很难想象 莫内早期也曾经为了生活卖画筹钱 为特一此起的莫内的作品 当时的记载是这样写的 小尺寸油画九章施法篮 北美馆展出的莫内的花园 还有河岸风光 以及水井两道主题 让大家更近距离了解莫内 中天新闻台北众北岛 本帝是定属测的 居然防古 优优独播剧场上 谢谢大家